大家好 歡迎來到會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由於銷量下滑 在中國又有車企按下裁員鍵 白天還在上班 晚上突然失業 這大概已經成為中國人要面臨的常態 5月15日 本田與中共國有汽車製造商 廣汽集團的合資企業廣汽本田 傳出本月開始在其生產員工中 徵集自願離職人員的消息 已經約有1700人同意離職 佔到該合資企業生產總人數的14% 這是日本汽車製造商應對中國市場激烈價格戰的一個實例 特別是在電動汽車領域 曾經日系車憑藉高保值率 燃油經濟性高 維修費用低等優點在中國市場佔據不小的市場份額 然而在新能源車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的背景下 這些擁有傳統優勢的汽車已難以促進銷售 從銷量來看 自2020年達到162.7萬輛的高峰後 本田在中國市場已經連續三年銷量下滑 2021年至2023年其銷量分別為156.15萬輛 137.31萬輛和123.42萬輛 同比分別下降4.0% 12.07%和10.12% 今年前4個月的表現也未見回暖 根據陸媒報導 最新數據顯示 本田在中國的中端汽車累計銷量為 7.38萬輛同比下降22.2% 豐田同比減少27.3% 日產同比減少10.4% 三大日系車企在中國的業績都低於上年 同月1至4月本田累計銷量為28.07萬輛 同比下降10.9% 其中 廣企本田累計銷量為14.18萬輛 同比下降19.07% 由於銷量持續下滑 本田計劃將2024財年在中國的銷售目標 下調13%至106萬輛 相比2020財年的歷史最高紀錄低於40% 而隨著銷售的低迷 預計本田將減少6月份的工廠開工天數 因此分析人士認為 廣企本田的這次裁員 一是可能與減產計劃有關 二是減員封效 目的很可能也是為了下一波降價 據陸媒報導 廣企本田將為離職員工 提供N加2加1.8的補償方案 那N加2就是指在計算裁員補償時 將員工目前的工齡和未來兩年內的服務年限 進行相加是標準的賠償 1.8個月可能是獎金 有知情人透露說 此次裁員不涉及管理崗位 不過預期也快了 估計明年輪到管理崗位 中國社交媒體上有網友發布視頻配文說 曾經最難進的場 普攻待遇最好的場 廣企本田也扛不住了 評論區網友們紛紛留言 有網友晒出2014年本田對於一個入職 兩年的員工發的工資單 總計顯示達到13481.68元 這名網友感慨 這是當年多少白領都沒有的待遇 有人表示 廣本這麼大這麼好的公司 誰會想到會遇到這樣的困境 這個廣企本田還是可以的 讓我們很多人吃上飯 希望它的車越來越多人買 有人說良心企業曾經也是廣企議員 領到過8個月的年終獎 感恩 一位網友還表示 自己一位初中同學在黃埔廣本 幹了十幾年 待遇真的沒的說 另外有人直接留言說 日資確實有良心的企業 那些愛國天天支持國產 想問下有哪家國有企業能比他們好 國有央企那些想盡辦法逼人離開 不想賠償 另一位網友也直言 福利待遇好的企業都是外資企業 中國的老闆們好好反思反思吧 我們讚揚外企 無關政治 無關國界 無關情感 誰把員工當人看 誰對員工好 員工就念誰的好 事實上 此次已經是廣企本田第二次裁員了 去年該合資企業就被爆出成立25年以來首次裁員的消息 去年12月2日 本田汽車表示 由於迅速轉向電動汽車市場 本田決定削減中國合資企業 廣企本田約900名合約工 佔當時廣企本田約1.3萬名員工的7% 當時廣企本田相關人士稱 廣企本田這次是生產的階段性調整 涉及的是勞務派遣人員 我們與勞務公司終止了人員派遣協議 廣企本田依法依規 及時的提供經濟補償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 日本汽車品牌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從2020年的23.1%下降至2024年1月至4月的12.2% 與此同時 中國品牌的市場份額從38.4%上升至60.7% 2000年代 日本汽車製造商與中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後開始提高產量 其中廣企本田作為中國的主流合資車企 已有近26年的歷史 然而由於中共政府通過國家補貼政策 推動本土電動汽車的發展 擴大新能源汽車 包括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車的市場 中國汽車製造商也利用從日本製造商獲得的技術 來發展自身 逐漸佔據中國市場 使得日本汽車製造商進入收縮模式 除了本田外 過去兩年豐田汽車解雇了在中國的合同工 日產汽車也削減了中國工廠的產量 三菱汽車去年更是決定退出中國的汽車生產 另外日產汽車正在考慮將在中國的年產能削減約30% 其中豐田在本月的財報發布會上表示 中國業務將是未來幾年的耐力考驗 陸媒報導引述業內人士的話說 中國純電動汽車的大規模崛起 對傳統汽車的衝擊是全方位的 涉及生產模式 市場競爭 供應鏈 就業以及能源結構等方面 該人士指出儘管日系車在新能源汽車領域 擁有一定的技術優勢 但在中國市場的新能源汽車戰略 似乎未得到充分實施 所以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的地位 另外 車企裁員也是中國汽車產能過剩的必然結果 有分析認為中國車企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兩個惡性循環 即內部和外部的惡性循環 首先是內需不足導致的產能過剩 這一體現在中國汽車市場 從去年開始一輪輪的價格戰 導致車企利潤越來越低 只能通過減產裁員來應對 減產裁員又導致消費繼續拉垮 導致內需進一步不足 最後就是大家對於消費都越來越保守 反映到個體身上就是都掙不到錢了 矛盾越來越多 再看外部的惡性循環 出口過多導致低價競爭 低價競爭導致貿易摩擦 貿易摩擦導致出口受阻 出口受阻也進一步導致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最後導致進一步的低價競爭 最後就是各個國家的貿易壁壘越來越高 最近美國提高電動車進口關稅至100%就是一個例子 事實上除了日本車企外 中國車企也因為產能過剩銷量不佳而裁員 綜合陸媒報道 中國理想汽車內部正在進行新一輪的人員優化 整體優化比例超過18% 根據2023年財報顯示的員工數3.16萬人計算 將裁員超過5600人 其中銷售部門預計裁員400人 招聘部門從原來的200多人縮減至40到50人 制價團隊則縮減至1000人以內 據報導早在今年4月 理想裁員儀式就在圈內傳開 但直到5月才開始動刀 據悉是為了避免對理想L6發布造成影響 有知情人士透露理想管理層於4月底 通過了最終的裁員名單 5月初啟動裁員計劃並將於月底前結束 對於媒體報導的18%的裁員比例 有員工認為這更像是一個試探性的數值 因為還有一些部門的裁員名單和數量並未公開 但可以獲知的消息是 此次優化行動十分迅速 在職場社交平臺賣賣上 有認證為前理想汽車員工的用戶 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了此次裁員的速度 名單是頭天晚上遞交的 H2是上午談的 人是下午走的 飛書是晚上效顧的 足見理想對自家員工 灰一刀的速度是有多快 5月19日在中國社交媒體抖音上 有標籤成成都律師的博主就理想快速 裁員一試發視頻說 裁員的風今年吹的更猛了 理想汽車裁員18% 5600名員工被裁 規模非常的大 其中H2部門就被裁掉了70% 這麼大規模的裁員 公司一定會講究一個快 因為越慢越容易出問題 那快內部的裁員員工就傳出 這一次的裁員基本上就是提前兩天通知 然後簽協議走人 如果你不同意呢 就讓你去代港 然後發當地最低工資的70% 如果你繼續去投訴說這不合法 那就會給你安排你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然後計過 再給你安排工作 繼續不能完成 繼續計過 直到你滿足嚴重違紀 然後以嚴重違紀來對你進行解除 嚴重違紀的解除 公司可以不給任何補償 這個情況是不是真實的我不知道 但的確是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從法律角度來分析 公司要在短時間內和員工合法的解除 勞動合同關係 唯一的方式就是公司提出來 雙方協商一致的解除 這種解除方式的前提是 得你配合你同意 那還有一種方式 理想裁員裁到了18%以上的員工 它滿足經濟型裁員 經濟型裁員是裁公司10%以上的員工 但是兩天時間肯定不夠做到 去聽取職工意見 報備裁員方案這些流程性的工作的 所以5600名員工裡面 我估計有不少員工是被違法解除的 有中國網民留言表示 還是外企靠譜 最起碼外企是最遵守勞動法的 暴力灰色裁員 還得是中國企業玩的溜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 還有人感嘆注定今年裁員潮很猛烈 失業人員會很多 每年6月份又一批新的畢業生準備就業 陸媒在報導中指出 對於理想汽車而言 2023年是豐收的一年 在這一年 理想共交付37.6萬臺車 淨利潤超過118億元 是繼特斯拉比亞迪之後 第三家盈利的新能源車企 也是唯一一家率先實現 全年盈利的造車新勢力 這一年賺的錢 添平了理想汽車之前5年的虧損 另外理想汽車2023年全年的自由現金流為441.9億元 現金儲備為1036.7億元 處於歷史最佳水平 反觀與理想同期出道的未來小鵬 此時都還在經歷著銷量不振 嚴重虧損 組織架構調整的陣痛 據報導不可否認的是 理想汽車2023年所取得的一系列壯舉 離不開其規模龐大的員工的努力 而理想汽車在2023年員工規模的擴張速度 也是最為迅猛 出色的銷量成績和良好的財務狀況 不僅令同行羡慕 也讓理想惆怒滿志 2024年理想不僅設定了80萬輛的銷量目標 並立下了中國市場豪華汽車品牌銷量第一的目標 還計劃進軍高端純電市場 在這個銷量預期下 理想全公司上下的人員配置 也都是按照80萬台的銷量預期進行的 然而進入2024年理想卻遇到了滑鐵爐 一是被問戒 問戒是中國汽車公司賽利斯 與科技公司華為共同推出的新能源汽車品牌 也就是被問戒這個品牌連續三個月 奪走新勢力交付冠軍的寶座 二是被公司寄予厚望的理想首款高端純電車型 MEGA上市後表現的翻車 以及鋪天蓋地的負面輿論 理想汽車開始跌落神壇 而MEGA的失利還影響到了理想L系列的銷量 理想不得不將全年的目標 從80萬輛下降到56萬輛 儘管如此 今年已經過去的4個月 理想總共賣出了10.63萬輛車 即使以56萬輛車作為年度目標 完成率也不到20% 而這還是靠剛剛上市不久的 理想L6拉來的一波關注才獲得的成績 去年的工薰車型L7 L8 L9 三款車月均銷量為5萬輛 但今年前三個月 這三款車的總計銷量分別只有3.1萬輛 2萬輛和2.5萬輛 有業內人士指出 新能源車企造車非常燒錢 已經是行業公認的事實 目前行業內實現盈利的新能源車企 屈指可數 在造車這項長期事業上 玩家們通常需要達成一定的規模效應 才能進一步攤平成本 從而盡快實現盈利 理想汽車能夠成為新勢力中 率先實現盈利的選手 正是得益於之前的交付量達成一定的規模 當然理想汽車交付量猛增的背後 便是需要更多的員工來 匹配造車事業中的各項具體工作 不過隨著員工規模的壯大 理想汽車與員工相應的開支 也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明顯的上升 財報顯示2023年理想汽車全年的雇員 薪酬費用總額達到121.4億元 而2022年全年理想汽車該項費用的總額為74.3億元 同比增長63.39% 報導說如果按照31591人的員工規模計算 理想汽車去年員工的人均年薪超過38萬元 而按照18%的裁員比例計算 被裁的約5686名員工 或將為理想汽車節省近22億元 暫不包括離職員工的賠償 在中國經濟不斷下滑 國際關係日趨惡化 且中國越來越孤立封閉的背景下 能預料的是民眾的生活只會是越來越難 針對不斷爆發的裁員潮 有中國博主認為以後只會更糟 5月18日有抖音博主發視頻指出 裁員潮只是剛剛開始 不信你看未來幾個月 2024年可能是未來5年內最好的一年 因為大家都還在幻想經濟復蘇 幻想美國停止制裁 當經濟不得不走向內循環 那就是無盡的內捲 這位博主還直言 卷是無盡的遊戲 裁員的根本原因就是經濟不行了 好 感謝您收看 會眼看中國 歡迎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